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特别报道 看到在今天有时20号的下午 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医保局等部门介绍了疫情期间 医疗救护的救治经费保障 以及医务人员待遇落实工作情况 各部门表示 要做好一线医务人员的保障支持 同时确保不因费用问题 影响患者就医 中国国家卫救委表示 要求各地从生活 心理 人文 安全 待遇等方面 为一线医务人员提供保障支持 关心关爱一线医务人员 一是出台了工商认定政策 明确医务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 而感染新冠肺炎的应认定为工商 二是落实医务人员的待遇政策 向工作在一线的医务人员 发放临时工作补助 三是申请提高 卫生防疫津贴标准 此项这个津贴标准 以由国务院批准 将于近日下发 四是向承担 疫情防治任务的医疗机构 和合增绩效工资总额 允许医疗卫生机构 向一线的医务人员额外发放工作补助 另外国家医保局则会同财政部卫健委提出 要确保新冠肺炎患者不应费用问题影响就医 确保收治医院不应支付政策影响救治 对于卫生健康部门认定的确诊和医治患者 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异地的患者 都实行先救治后结算 在基本医保 大病保险 医疗救助 等按规定支付后 个人负担部分 有财政给予补助 医地就医 医保支付的费用 由就医地医保部门先行垫付 疫情结束后 全国统一组织清算 疫情期间 医保部门还及时调整了专制医疗机构的总额预算指标 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疗费用的单独列预算 不占用当年的总额预算指标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